北京,中国历史传承最为悠久的城市之一 如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紫禁城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 中外游客无不流连忘返 说起北京,大家或许都会想起和平将军傅作义 1949年,傅作义审视度势 做出了起义的重要决定 进而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也保护了城中文物,建筑的完整 不过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 傅作义之所以决定起义 有一个人的贡献不可忽视 她便是傅作义之女傅东菊 作为共产党员,傅东菊所做的思想工作 作为傅作义打消了很多顾虑 那么,国军高级将领之女傅东菊 无以合适共产党员 她具体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后来她的结局又如何呢 新来的朋友们记得点击关注 既方便浏览网期内容 又可以观看最新的视频分享 1895年,傅作义出生于山东 自幼他便爱好读书 15岁那年,他顺利考入山西太原陆军小学 由于对孙中山先生仰慕已久 四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傅作义积极响应 并担任起义学生牌排上一职 在娘子观一带给清兵造成了重大打击 年纪轻轻 傅作义的指挥才能便张显无遗 后来他被保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 1918年又加入了延西山的禁军 任少尉剑习官一职 军阀混战时期 通过天镇之战 卓州战役等著名以少胜多的战役 傅作义在军中展露头角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 他已是国民党第三属武军军长 兼任隋元省政府主席 真正让傅作义以战成名的当属抗日战争 1931年918事件爆发 面对侵略者的到来 将皆是提出了所谓的 攘外必相安内的政策 而张学良也在他的授意下 异乡未发便将东三省拱手相让 对此傅作义痛心疾首 他立即与宋哲远等 五十余名国军高级将领联合通电 呼吁全国人民统一协作 共于外敌 卓据如此 傅作义还以身作则 将35军改编为59军 亲自指挥 走上了抗日前线 在长征抗战中 傅作义所部 必敌246人 在国军普遍消极抵抗的大背景下 这一战绩已经弥足珍贵 全面抗战爆发后 傅作义担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他表示 不要一息胜存 事与日口血战到底 卫国圈区 义无反顾 就这样 抱着闭死的决心 傅作义指挥部队取得了著名的五元大捷 击毙日伪军5000余人 这一战也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士气 值得一提的是 抗日期间 傅作义多次与共产党携手合作 他还曾效仿毛主席的三大纪律 八项主义 对国军军企进行了整改 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后 蒋介石罔顾国内来之不易的和平局势 已一手掀起了全面内战 作为国民党高层 傅作义也被迫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当然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 雄兵独舞的国民党最终一败涂地 1948年11月初 平清战已打响 傅作义率领无数万人 在东起唐山西纸张家口上前里的铁路线上 设下了严密的防线 不过 他还是低估了华北野战军的实力 11月底 杨成武兵团迅速攻占张家口 傅作义的防线被彻底击穿 12月上旬 东北野战军顺利入关 北平更是遭到了层层包围 至此 傅作义退无可退 摆在傅作义眼前的 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死守平津地区 等候蒋介石的支援 不过 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蒋介石到处灭国 根本无暇顾及 二是其案投名 率兵起义 可傅作义一直将忠诚 视作人生准则 所以始终举其不定 就在这时 傅作义之女傅东菊 挺身而出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 早在11月初 他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 由天津奔赴北平 来到了傅作义的身边 而他此行目的 正是促成傅作义的起义 由国军高层之女 到共产党员 傅东菊的成长经历 相当坎坷 傅东菊出生于1924年 他的童年充斥着军阀混战 国共内战和日寇来袭的记忆 1941年 日军一路袭进 从北京到河北 支逼山西 傅东菊跟着母亲 从太原辗转多地 最终来到了重庆避难 在高中读书期间 傅东菊经常随同学 前往新华日报社玩耍 在那里他首次结识的周总理 见这些学生求知欲很旺盛 周总理经常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与他们交流 并且告诫他们要勤读书 读好书 而且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 还要多关心社会这本大书 被周总理的尊尊教导教诲 傅东菊一直牢记在心 熟悉了以后 傅东菊便喊周总理为周伯伯 然而周总理却笑了笑 和蔼地纠正道 不能这么喊 我比你父亲还小三岁 喊我周叔叔就行 在周总理的影响下 傅东菊逐渐接触到进步思想 对抗日救国也相当热忱 他积极参与爱国学生组织的号角社 在考入西南联大后 还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 民主青年联盟 1946年就在解放战争爆发后 傅东菊前往天津进入大公报 担任一名编辑 在此期间 他还毅然居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是傅作义之女 经常在北平与天津之间往返 所以他总是在家里顺走一些 华北脚总的便监 并且用来给天津的地下党同志 开路条 当时国军只要见到这一边间 便会立刻放行 可见 傅东菊为天津的地下工作 做出了诸多重要的贡献 1948年11月 辽神战役 以东北野战军的大获全程告终 东北地区的解放形势 已经不可阻挡 压力便来到了正守华北的傅作义身上 此时 傅东菊接到任务 向往北平 在傅作义身边观察 推动他实现平行地区的和平解放 一见面 傅东菊便开门见山 父亲 我听共产党的朋友说 他们都希望你能再次合作 和平解放两地 避免工业重镇天津和文化古都北平 遭受战火的摧残 傅作义一听这话 大为紧张 他顿时将书房的门关紧 压低声音问道 你这个朋友真是共产党员还是军统 中统的特务 傅东菊连忙回答 是真的共产党员 见父亲皱起眉头 相醒相移 傅东菊又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派来的 没想到 一听到是毛主席的意思 傅作义的精神 立马严肃起来 他低头思考 不停地踱步 迟迟没有出声 见父亲犹豫不决 傅东菊想起了组织上 传说了激将法 一是 他主动提起了两件事 一是1940年 五元战役取得大劫后 傅作义受到了国民党的嘉奖 蒋介石亲自给他颁发 青天白日勋章 要知道 这一勋章是国民党内部的最高荣誉 第一个获得者是蒋介石本人 第二个便是傅作义 然而 面对这一殊荣 傅作义却果断拒绝了 名义上 他自称功劳低微 但傅东菊很清楚 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态度 傅作义一直心怀不满 这才取决了党内的最高荣誉 第二件事 还得追溯到1945年 当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 傅作义公开表态 日军撤出中国 我就卸甲归田 可随之而来的内战 令傅作义进退两难 最终 他被裹挟着加入 但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 始终是傅作义心里难以愈合的伤疤 正因如此 傅东菊主动提起这两项往事 提醒父亲 和平来之不易 好战的蒋介石 不值得为之卖命 听到女儿有理有据的宣告 傅作义心中也有所触动 但她还是没有表态 只是关切地告诉傅东菊 要时刻小心 你是我的女儿 国民党特务会对你盯得很紧 此后 傅东菊便时刻待在父亲身边 他明白 傅作义心里充满矛盾 也就不再着急 只是尽量照顾他的情绪 平日里 傅东菊经常给父亲做一些山西小菜 还在不经意间 透露共产党的政策 希望能笑动他心中 犹豫的天平 见女儿对此事如此热忱 傅作义也难免会感觉到有些奇怪 你真的不是共产党 每当傅作义这么问 傅东菊都一笑置之 我还没那个资格 与此同时 前线的战事 令傅作义的选择越来越少 12月初 东北野战军入关后 傅作义更是进退为伍 傅东菊敏锐地注意到 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松动 于是他果断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在各方势力的共同推动下 傅作义终于答应了谈判 然而傅作义的心中仍有顾虑 都要是两点 一方面 10月初 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 傅作义赫然在列 另一方面 北平被围后 蒋介石对傅作义百般拉拢 还派出蒋经国带来的千军易德 一将篮球的亲笔信 要求他率部突围 中义难两拳 如果坚守北平 战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率部突围 胜算也相当渺茫 只有起义才能确保北平的完整 维护百姓安全 这个选择其实并不困难 但傅作义担心自己的战犯身份 起义后会遭到清算 以担心背弃蒋介石 被背负叛徒的骂名 看清这点后 傅东举立即与组织取得联系 他先是邀请德高望重的刘厚彤老先生 前来劝说 刘侯同直言终要忠于百姓 而不是忠于义人 并且小之以理 动之以情 向傅作义说明 国统区人民流离失所 而解放区则是一片安居乐意的和谐景象 帮助傅作义打消了一个顾虑 随后 傅东举又将情况直接汇报给毛主席 对此 毛主席发来了六条电文 表示将傅作义列为头号战犯 只是出于他人身安全和斗争策略的考量 得知此事后 傅作义一个旋直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就这样 1949年1月22日 傅作义率部离开北平 并且公开宣布了 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至此 国党不费一兵一卒 便实现了北平的解放 事情告一段落后 傅作义曾前去西百坡 外汇毛主席 但见面时一直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没想到 毛主席却亲切地握住了他的手 诚恳地说道 你是北平的大功臣 应该讲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傅东举在北平和平解放后 则独自回到了天津生活 在进步日报中担任一名普通的记者 后来进步日报停刊 他没有选择躺在功劳部上 而是深藏自己的身份 跟随流动大军走上前线 负责报到前线战事 在西南地区 他一手一脚 促成了云南日报的顺利创刊 新中国成立后 傅东举仍然不知疲倦 1982年 他果断踏上了另一段真诚 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 进行统战活动 在工作中 傅东举全力以赴 但在生活上 他却相当简朴 除了基本的衣食主行外 傅东举几乎没有任何花销 将所有的钱财都攒了下 1998年 他以父亲的名义 向山西省临仪县老侠拨款建校 历时两年 一座四层的教学楼顺利竣工 被命名为左翼中学 晚年间 傅东举重新审视当年的经历 对傅琴一开始的犹豫 也逐渐开始了一切 他表示 为了百姓的和平 放弃一切并不容易 我为有这样一位 以民族大义 而牺牲小我的父亲 感到自豪 正如毛主席所言 和平解放北平 一生功劳很大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虎父无犬女 傅作义和傅东举 都是识时务者的大英雄 虽然如今 他们都已经与世长辞 但他们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必将获得永久的纪念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欢迎大家 tremble plement感觉 非常的记住 Usually 评论区 我们下评论 federal 刘